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为中国的称 因此我们采访的范围 初期也被限定在观光层次 过程有监管 拍摄受曲线 不过保持思考努力 也尽量地沟通理解 终于完成采访 尊重国内观众朋友的要求 因此我们会整了各集 《前进朝鲜》系列 再次播出 为您解开给朝鲜的神秘面纱 北朝鲜位处东北亚 东西方领海 北与中国俄罗斯为零 难与南韩长期对峙 对外接触有限 只与两国三个地方通航 包括中国的北京 沈阳 以及俄罗斯的海参威 是世上唯一从政治到经济 都贯彻社会主义的国家 明示新闻于5月 向北朝鲜提出采访申请 陆续缴交记者资料 和采访题目 虽然答复不断延宕 却也从未拒绝 7月 明示终于获得北朝鲜首肯 除了专访国家领导人金正日 以及敏感的军事议题遭到否决 其他包括观光 生活 文化 传播等面向 都在采访范围 7月中旬按照计划出发 明示三位同仁准备 从俄罗斯海参威进入平壤 但7月14号 我们抵达海参威 向北朝鲜国营的高令航空 领取签证和购买机票时 却再生变化 如果我们可以去平壤 我们可以赔给谁 你还是他 他 平壤方面以近来国际情势紧张 避免滋事为由 考虑惧发明示签证 接下来是连续几个小时紧张地沟通 协商和等待 最后在彼此同意再缩线采访范围到观光层面之后 我们终于领到签证买到机票 7月15号下午 我们搭上飞往平壤的高令航空 班机不大 旅客不到60位 都是朝鲜人 但行李不少 一直指像是家电用品类的纸箱 包装紧密 平均每一个人挂进六七个 货品比人还重 起飞前酷热买卖 一身雁红制服的空中服务员 递上扇子 让乘客各自煽风散热 但机上不被允许拍摄 因此我们的画面并不多 两个小时的飞行后 我们抵达平壤国际机场 正式进入世界瞩目的亚洲火药库 北朝鲜 国营的高丽国际旅行社 派出经理其代表 礼貌接机 但和所有外国人一样 媒体记者在出关前 必须缴交能够漫游通讯的手机托管 北朝鲜至今全然贯彻社会主义 因此一进入首都平壤 不同于其他现代都会的特殊景象 进入眼帘 一栋栋高楼大厦伶俐 但除了是国家机构之外 都不是公司商办 而是政府提供百姓的国家住宅 原本可以是世界最高大楼的柳京饭店 楼高105层 相当醒目 但完工后十多年 至今还未使用 两排行道树 垂柳茂省 不惠平壤素有柳京之称 大同江流贯市中心 天增平壤的河岸之美 正好民事记者住进的饭店 就是坐落在大同江中的羊角岛上 紧致宜人 也是不少观光客的选择 外国人住进北朝鲜 不能和当地人接触 也不能使用朝鲜币 在国际饭店里 美元也行得通 但欧元 人民币更受欢迎 因为我们三名记者 不算是团体入住 每日住善费定在120欧元 约当新台币5000块钱 接待单位还严明 饭店以外的所有采访 必须事先知会 加上是天安健事件后第一组 获准进入的国际记者 使得民事采访小组 格外见胜叹 饭店附设的店铺里 卖着北朝鲜高丽人参 本地产制的商品 各是中国药品 莫品 但是就是没有美国货 更没有日本 南韩的商品 我有跟柜台交代的 就是说台湾有东西 会在中午左右会传过来 所有住客都没了手机 想打国际电话 只能到大厅电话铺里 复现拨打 不多久 一车车外国团体陆续归来 让阳交岛饭店 煞食热闹起来 原来他们是前来 朝鲜观光的旅行团 人数最多的是一项 和朝鲜友好的中国旅客 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首先你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 他们很多人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 就是这种傲裙 看着就给人一种新鲜感 然后还有就是在坐地铁的时候 看见那些女学生 感觉她们非常的淳朴 跟她们打招呼她们也非常友好 给人感觉非常亲切 这边人挺友善的 所以是总体感觉还是不错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不怎么太好 就是不怎么很好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能发展嘛 所以慢慢可以是改善一些 另外还有一部分观光客 则是来自欧洲 显然这个外在局势动荡不安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一贯程度的闭锁 而她的神秘 对非美系国家的理科而言 不是恐惧 而是不同程度的吸引力 每晚就请前 杨交道饭店的这个房间 就是我们三个人讨论 采访进度的作业中心 由于国情的不同 对于采访自由的认知出现大落差 使得我们明显地感受到采访的压力 1945年 朝鲜半岛从北纬38度切分南北 但历经三年互有攻退的韩战之后 隔绝南北朝鲜的 变成一条曲折起伏长246公里 宽4公里的非军事武装区 多年来这一带发生过无数的折冲 和越区逃亡的故事 其中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 不仅是韩战停战谈判 千数的地点 也是几十年来美朝双边对话的会场 7月美韩军演的前夕 美国和北朝鲜为了天安剑事件 还曾在板门店低调军事对话 当我们到达板门店的时候 获得证实这次的会议 但北朝鲜军事发言人也坚持 天安剑事件是美韩联合赛藏的 7月16号 美朝板门店大校级军事会谈后的隔天 民事采访小组从平壤出发 南下沿途近决拍摄 因此能呈现的画面不多 从进入开城之后 得通过层层刚哨检验 再往南走8公里 我们抵达板门店 经过开城我们来到板门店 外界长期称为38度线 但事实上朝鲜战争之后 双方的实力势力出现变先 军事分界线不再是一条直线 而板门店也不在38度线上 其实包括古高丽王朝首都开城 板门店以及延安 清丹 康陵等 北朝鲜领域内的几个郡 都位处38度线以南 好一阵子没有媒体到访 因此坐镇板门店指挥的大卫参谋 慎重地亲自解说代理参访 从军事分界线各向南北延伸两公里 形成四公里宽的非武装区 号称在这个区域内 双方绝不使用手枪以外的重武器 但气氛依然敏感紧张 而当年美国和北朝鲜的停战谈判场 以及签字地点都在北朝鲜的非武装区 历经两年158场谈判 才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立案 当时美国代表联合国签好停战协定后 匆匆离去 没来得及带走的不是外传的签字地 而是联合国的旗帜 事隔半世纪 正面旗遭遇发黄剥落 7月是北朝鲜的雨季 这时板门店开始下棋以来 我们冒雨再往前 接连南韩的军事分界线前进 福中诺大的旗字 想让观光客知道 前领袖金日成主席临终潜一天 仍面面不忘促成南北朝鲜自主统一 来到分界线 与北朝鲜三层楼高 花岗岩打造的板门阁 摇箱对峙的 是南韩1996年新建的五层西式自由之家 双方建筑物之间的分界线 铺上水泥地 盖出七间会议室 其中三间蓝房是由美国建造监管 四间白房则由北朝鲜建造 内部摆设简单 分界线正好通过大张会议桌的中间线 这里记录着韩战结束后 无数次的美朝谈判接触 包括1968年 美国82名海军遭俘虏事件的协商 1976年板门店818砍树事件的谈判等 都在这间会议室上演 对多数观光客而言 板门店是停战协议的历史重现 但事实上在板门店 停战委员会的会议场不止一动 它不仅是历史 也可能是现在进行式 是可以发挥功能的 7月15号这里才刚举行过美朝军事对话 确认更高层级的将军级会议即将登场 但大卫参谋明确地指出 美国始终在破坏朝鲜和平 就连天安舰事件都是栽赃的 天安舰事件以来 对朝鲜并未禁绝观光客到访板门店 但在大雨中从板门阁与空荡荡的 部位之家相对望 体验着南北朝鲜的对齿 一股苍凉无奈还夹藏着敏感肃杀的气氛 为了比较分裂下的朝鲜情势 这次我们是从俄国进入平壤之后 第二天就接着南下采访板门店 而同时我们也从台北派出了一组记者 前往南韩首尔 打算再转往板门店 原本计划两组记者同时在板门店的分界线上相会 而且分境合体 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南北朝鲜边境 但结果这个计划只成功一半 因为民事记者没有办法从南韩这边到板门店去 原来南韩虽然制度自由开放 在非军事武装区开放了几个地方当作观光景点 包括平津和都洛山车站 瞭望塔已经第三地道 但南韩并不开放最具代表性的板门店 给台湾在内的40多个国家开关 他们的解释是 这是联合国的规定 继续是蔡孟宇蔡龙人在南韩的采访 在韩国你要到板门店或者是非武装地区 必须经过层层的关卡 尤其是外国旅客 规定更是非常的严格 你必须参加像这样子 由旅行社安排的旅行团 并且搭乘外国人专用的游览车 集合之后一起出发 上了车一看都是背着包包的旅客 要到非武装区第一道班卡得先集合 小车换大车 改搭政府许可的旅行社巴士还能出发 从首尔市区开向高速公路 第一站得先到非武装区内的林津格报道 路程大约70公里 慢慢接近非武装区 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被铁丝网隔离的汉江 车上每个人都感受到紧张气氛 虽然在坐车过第二道关卡来了 游客但必须期待步骤 还得填写详细的资料 尤其是非武装区内的反门店 选择更多 我从哪里来到 台湾 没有允许可以去那里 很多国家都不可以去 像中国或韩国 如果他们从古巴 有很多东西国家都不可以去那里 美国或欧洲都不可以去那里 但那是预定的预定 所以我们只是按照规则 反门店不能去 只能到非武装区内的景点 7个小时后 距离反门店只有15公里的林金阁到了 林金阁等于是非武装区的入口 不管是拍照还是摄影都不设限 尤其是隔离游客 进入非武装区的铁丝网上 五颜六色的丝带 写满南韩民众对国家统一的心愿 更是热门景点 爬上林金阁六望台 非武装区内的景色一览无疑 尤其是1953年韩战停火后 让战俘回到南韩的自由之桥 绝对不能错过 短暂停留后 搭车继续深入非武装区 第三道关卡也来了 一道居民的第三隧道 南韩军方马上过来关切 虽然我们有采访签证 不过摄影机就是不能通行 只好改用相机来记录 戴上安全帽 搭着轨道车 进入神秘的第三隧道 这条在1978年发现的三号隧道 当初是整行秘密挖掘 绝绝穿过38度线 主要的物理就是要在战争的时候 来运送国队空气南韩 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观光的阵地 层层的限制 让这条距离板门殿 只有四公里的隧道 蒙上神秘的色彩 1978年发现的第三隧道 总长约1635公尺 高1.95公尺 宽2.1公尺 每小时可以运送 一万名的北朝鲜士兵 对首尾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南韩政府马上全面封锁 回到地面后 赶往下一站 多罗山 瞭望台 这里就是多罗山 瞭望台 是DMD地区里面 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 从这里可以眺望北韩人民的生活 不过这里的限制也非常严格 如果你想要跨过这条黄色封锁线之后 就不能再做任何拍摄的动作 就是只能看不能拍 虽然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北朝鲜的开城 以及附近的小村落 不过以严格的监视 就是无法让镜头更近一步 只好转往下一站 多罗山火车站 展新的火车站却无法通往北韩 因为南北韩始终没有正式通车 让多罗山车站没有办法发挥 连接南北韩的功能 从南韩走一趟飞武装区 虽然限制一层又一层 不过在沉重的国家分裂气氛中 却也感受到南韩民众被国家统一的渴望 北朝鲜被国际制裁孤立 加上国内极权统治 民间很少对外沟通 国家极度的风铃 成为世人眼中的神秘国律 由于彻底实施社会主义 百姓吃饭有粮票 念书不要钱 看病不要钱 更没有人贷款买房子 像这样食 医 住行 教育 医疗 都有国家公益 人人有工作 赞助于接近零的大同世界 炸鸡很让人在羡慕 但不到2000块钱新台币的月薪 又不能够打手机 不能国际上网 一般外国人都无法适应 国际媒体采访更受到严格的管制 在北朝鲜要拍摄宏伟的硬体建筑比较容易 要访问一般的民众就很困难 很多的资讯问得到 拍不到 因此要将所见所闻影像化的过程 就是采访技术的挑战 继续这则新闻 是我们分别在北朝鲜 平壤首都 以及东部的圆山进行的调查报道 整个大平壤地区人口280万 其中200万人住在市中心 但不同于世界各大都会 一天忙碌的开始 人潮不是向都会集中 而是往郊区工厂上班去 加上平壤实施分时上班制 所以不容易给人拥挤的感受 在这里街道宽阔 洁净 看不到一片垃圾 在这里没有商业看板 广告 取而代之的是 斗大的国家意识标语 以及国家领导人金日成 金正日的大型肖像 这条宽阔的大马路 叫光复路 宽100公尺 是平壤第二宽的马路 仅次于最宽120公尺的胜利路 一到上下班尖峰时间 市区称不上塞车 却也出现车水马龙的景象 市中心各路口 一身静白亮丽的交通女警 是北朝鲜扬名在外的招牌 而且执勤不分刮风下影 脚踏车是不少平壤民众的交通工具 但多数人还是依靠大众运输系统 包括公共汽车 有轨电车 无轨电车以及地铁共四种 不论哪一种 每一单趟票价五朝币 相当新台币一块半的价格 其中地铁是平壤最乐意对外展示的建设骄傲 告诉第一次来的人 就是他自己想下车站在什么地方 要走几个车站才能下车 平壤地铁在1973年王宫启用 共17个站 走长35公里 由于必须通过普通江在美河川 又兼具防空地站的效果 因此地铁盖在地表以下100公尺 是仅次于中国北京平均全球第二升的地铁 一段深达150公尺以上的地铁隧道 其实我们即将通达的是 北朝鲜相当自豪的地下铁 这个地下铁盖在100米深以下 因为整个的平壤市上方呢 有数条的河川通过 也因此他们的地铁盖得非常的深 那我们现在就来走一趟 算一算150到180公尺深的手扶梯 搭一趟需要三分钟时间 被认为是市上最长的手扶梯 搭乘过程中还播放音乐给大众解闷 但不是流行音乐 而是革命军歌 笑作亲爱的将军 后站区贴上色彩鲜艳 歌勇领袖的各式瓷砖壁画 虽然行车时的回音大 但平均五分钟一班车 交通兼工事段每两分钟一班效率很高 在采访受限的情况下 宏伟的硬体建筑仍已拍摄 但对一般民众的访问就困难了 确定的是 在这里没有人失业 因为工作由国家派发 挤薪 即使佛门僧侣接受百姓供养 也同样领取国家薪水 在这里强调人人平等 但由于还未达到彻底共产境界 实施的是过度阶段的社会主义 因此每一个人的月薪还是不一样 一般在三千到五千块炒币之间 相当月薪 新台币九百块钱到两千块之间 幸好从小到大 所有的教育免费 医疗免费 加上食物 有国家供应基本的粮票 每人一天配给 七百公克大米杂粮 抽签菜 朝鲜菜 那为什么叫西餐呢 为什么叫西餐呢 常传说现在因为普遍缺粮 北朝鲜也缺粮 所以很多 看到很多公开的消息 外电报道 饿死了很多人 所以很多民众是不得跟外人做接触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不对吧 朝鲜去年 我听说朝鲜去年农业生产量不是很丰富 这是对的 但是死了很多人这是假的 为什么呢 我们周围 我们平壤市包括在内 还有农村包括在内 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死的人 饿死的人 从来没看到过 这个报道杂志 但是我们可以剪出来给您看了 都是这样写的 就是很多人饿死 有可能 怎么样 有可能呢 朝鲜粮食呢 是国家配给老百姓的 全部都配给老百姓的 这个呢 配给老百姓的量呢 可能会减少 为什么呢 国家订的这个粮食呢 一天一个人 700克 干粮的算法 白米 大米 大米来算 一天提供给成年人的是700克 这个700克有可能减少 但是不会不给 一定会给 所以不可能 有的区域发放 有的区域不发放 不可能 一定一视同仁 对 就是说国家有多少粮食 这个是 就分给大家 给这个人多 给这个人少 这不可能 好 那么你 就是说 确实是有减少一点点了 有可能 那减少到700克 减少到多少呢 这个呢 不好说了 因为 给我的 给我的这个粮食 也稍微减少了 在这里 没有人贷款买房子 更没有豪宅大院 因为所有房设 都由国家配给 每栋每过 大小一致 隔间相同 在这里 每天上班八小时 一周上班六天 闲暇之余 可以悠然锤掉 像这样犯罪率 接近零的大同事解 没有什么人 公开表示不快乐 不满意 因为不知有盼 何论未尽 在这里 多数人没有手机 即使有手机 也无法接连国际电话 听不到其他世界的声音 即使有电脑上网路 也无法与国际连结 读不到其他的世界资讯 外国人要在这里 长期生活 当然不习惯 尤其是享受 惯了新闻自由的台湾媒体 每天收工时 要被检查拍摄的内容 的确难以接受 尽管被删掉的画面 通常只是不带笑容的百姓 不被允许入境的军人 或是路边正在维修的工程而已 北朝鲜被视为东亚火药库 因为近年来一次次的举行核武试摄 遭到各国指控 引发美日韩的经济制裁 生活更加困难了 外界因而抨击北朝鲜 只要盒子不要裤子 但北朝鲜自有说辞 他们控诉美日侵犯的野心在先 他们才以武装防范为国 因而例行国家领导金正日的先军正直 一切以军事为优先 北朝鲜举国上下 仇日抗美 根深地步 已非一朝一夕 他们不必为在参访行程中 曝露想法 甚至举世闻名撼动人心的 万人阿里郎歌舞剧 其实诉说的 还是先军阿里郎的历史故事 继续是我们的观察报道 这是今年5月29日 平壤民众集体向美国和南韩总统 李云国抗议的画面 现场号称有10万民众 公共选择天安剑 是美国和南韩捏造的脚本体化 那么美国和那些国家 都不可能会发生了战争 尽管我们的厉害 我们的厉害战争 因为美国的厉害战争 没有发生了战争 我们的厉害战争 我们的厉害战争 的厉害战争 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的厉害战争 我们的厉害战争 我们的厉害战争 制裁都认为是恶意压迫 但北朝鲜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一次次的核武试射 他们是奉行金正日的先军政治 要防卫武装侵略者 1968年1月 北朝鲜在朝鲜东海截获美国探测船 逮捕了连人带船80多人 目前这艘船就停放在平壤大桶江上作为证物 安排旅客上美国湖委部落号船舰参访 是平壤套装旅游的既定行程 北朝鲜不仅展示船舰内部器材 证明这是一艘图抹不利北朝鲜的间谍船 还将当年和美国詹斯总统交手过程 美国船员的自白记录 做成录影带发行传播 书报架上的漫画封面 将北朝鲜形塑成大大的巨人 批判美帝的书籍则以不同语言版本陈列着 而同样被公然批判的 还有曾经占领朝鲜半岛40年的日本 被日本殖民是无可磨灭的国仇家墾 镜头前促立在平壤市中心 60米高的硕大凯旋门 比法国凯旋门还高出10米 正式纪念1945年 日本终结殖民朝鲜解放 临近的大城山烈士林 也是旅客匕首的观光行长 一百多孙铜像都是抗日代表性人物 北朝鲜国母 也就是金正日的母亲 正是名列其中的抗日音词 我们前往拍摄这一天 碰上倾盆大雨 还眼见有民众暴雨前往献花 调念 这样的抗美仇日 尊革命之旅 每位观光客都会走一遍 就连美国 日本也不例外 他们本人的感受怎么样 就是人人都不同 但是这个是历史 历史上有了什么错 那该也是承认 谢罪才是罪 但是日本还是 世界二乘开始的 那个时期 然后统治我们朝鲜这个时期的 对我们朝鲜人民的这些罪恶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谢罪 每年八月在平壤登场的国际阿里郎节 十万人次融合歌舞 杂技 海拳道等壮盛表演 进行国际世青 其实诉说的 不仅是女子盼望征战男友 早去归来的朝鲜民谣 所刻画的是朝鲜历史 其中第二幕就和先军政治有关 其实透过阿里郎节 北朝鲜早已联合一名令向外界表达 他们坚持武装精神和实力 以反击侵略者的野心才能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这些人提到北朝鲜现在是只要盒子不要裤子 也有人用这种说法来形容 这谁说的呀 我们都要 幸福的论者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 吃得饱 穿得好 住得好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要需要民族的自尊心 国家的尊严 如果没有国家的尊严 民族的自尊心 吃得再好 穿得再好 也没用 所以朝鲜人 第一个想的是国家的尊严 第二是民族自尊心 然后才是吃得饱 那个住得好 穿得好 玩得好 其实我们都需要 都要 在民众的家里 电视上 国家电视台整晚播放着 类似台湾三四十年前 流行的历史剧情片 当个早上 播放唱歌MV 搭配的还是战争背景的故事 百姓的世界里 没有人从不同方向 思考国家之意发展核武的地方 但是年收不好 经济操自财 人民生活更不好过 他们不怪核武军备的费用太高 怪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封锁 离职 也因此更彻底抗拒美货 也不再进口日本车 日本用品 抗日 愁美 从过去一直延伸至今 像邪海深仇般 深入北朝鲜 百姓的思想和生活 虽然美国南韩都曾批评 金日成是顶替 淑妇的冒牌抗日英雄 然而金日成从生前到过世十多年 对北朝鲜的影响力 有增无减 自今红相伶俐 人人佩挂金日成凶章 甚至放弃宗教信仰 改信金日成主体思想的人 越来越多 继续寄越东北亚 来看北朝鲜的领袖神话 金日成出身平壤郊区 人称风水宝地的万景台 祖父在1860年搬到这里 但是家穷只能帮人看木当电农 这纸扭曲变形的酱料缸 就是当年曾祖母太穷 廉价买来的 伟大领袖金城主席 在1912年4月15日 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 1920年日本殖民朝鲜时期 金日成跟随父母离开万景台 他们先到中国吉林 金日成因此上过几年中文课 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金日成逐渐展现领袖魅力 开始组织游击队 领导抗日革命 中朝边境的白头山 也就是中国称呼的长白山 是金日成当年率领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抗日基地 命营的牧房里 还摆着抗日时期使用的地图 器材 虽然白头山地区是非常冷的 但是这里的周围全都是山 尤其是正日风在这边 当时是游击队的生活时 不是很丰富的 很苦很苦很艰苦 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 就是抗战时期出生于白头山命名 林房里还保留着当年 母亲金正淑 抚育金正日的玩具用品 金正日将军是1942年2月16号 在这一间普通的房地的诞生 然后呢 过大概生活 在这里生活一年多的时间 1945年日本战败 美苏分别进驻南北朝鲜 金日成领导成立朝鲜劳动党 也就是共产党 接着1948年 在苏联支持下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统治38度以北的朝鲜半岛 三年的寒战 北朝鲜认为是反帝国 追求民族统一的盛战 金日成的地位更加稳固 但他并不意味听从苏联共产国际 他所设计的劳动党旗不同于苏联 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旗 只强调农民工人的镰刀和锄头 金日成在党旗上还加了一支毛笔 凸显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离平壤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妙香山 陈放着二十多万件世界各地 制赠金日成父子的礼品 也记录着金日成出国不爱搭飞机 最爱搭乘苏联和中国制赠的防弹火车出访 他一生出国五十四次 共坐过二十一万六千公里的火车 1994年金日成过世 隔年八十二岁 办公地点锦绣山已改建作为 陈放仪体的纪念宫 供世人瞻仰 用面积的大小来表达朝鲜民众 对于金日成的崇敬应该是适切的 因为陈放金日成仪体的锦绣山 纪念宫面积多达二十多万平方米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从大门口走进锦绣宫 需要二十五分钟 来回一趟加上行李 至少一小时 每天到这里调念的 不只是国际观光客 一团团身着整齐制服的学生 团体 和一身隆重礼服的百姓民众 络绎不绝 1998年 最高人民会议修宪 遵奉以雇金日成为永远的国家主席 而国家年号 也改以金日成出生这一年 1912年起算 为主体思想年 2010年就是主体思想99年 主体思想的精益在于人民做主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贯彻奉行主体思想的结果 就是北朝鲜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 以前信那些宗教的人呢 后来对我们金城主席 出开的那些广不政治的关怀下 他们以前都是离开人间来过的那些信徒 后来他们又回反到人间去了 开始信我们这个主体思想 每个景点必然有金日成铜像 每个朝鲜民众的左胸前 必然佩戴金日成凶章 而这凶章可还不是一般外国人有资格佩戴的 原本地位不容质疑的金日成 过世后更加神格化地进入民众思想 各地的领袖看板不是金日成的赌照 就是金日成体系儿子金正日的双人肖像 对巩固第二代金正日的领导效果不言可 2011年12月17号 第二代金正日过世和朝鲜进入国僧状态 在矮矮白雪中 亲王调念的民众一拖金一拖 第三代藏留学瑞士的金正恩 以30岁不到的年纪迅速接班 正知北朝鲜处于前所未有的抵制封闭状态 金正恩如何延续第三代的党政军大权 所凭借的还是第一代金日成 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金刚山因为岩石坚硬 绿纸稀疏造型特异 加上山形陡峭 气势磅礴 因而得民 一段几个小时的山路步道 除了运动效果之外 奇岩大山 步步美景尽收原点 愿生高丽国一建金刚山 不论苏东坡是不是真的写过这句话 他已成为北朝鲜的宣传名句 但是金刚山位处南北朝鲜边防 曾经长期列拐 北朝鲜民众实际上是无法靠近 一督风采的 有一度北朝鲜曾将金刚山送给南韩民众 作为独门观光县礼 但南韩李明博上任之后 冷却双方关系 不再有南韩旅客到访 北朝鲜才终于决定 2010年起 开放金刚山给自己的百姓 也开放国际观光客 相对于敏感的震惊一提 北朝鲜很乐意介绍他们的民山大圣 推动观光 以此特别开放金刚山 给民众采访小组拍摄 金刚山位处北朝鲜东南东径 近邻南韩 前往金刚山 一般只能从平壤出发 途中穿越阿虎飞陵山脉 从经过江源道首府 圆山开始 再进入一段洁净无比 紧致优美 鲜少开放的海岸路程 越当两个半小时后 我们来到金刚山 金刚山的范围广达2400平方公里 分为内金刚 外金刚和海金刚 现在我们就从外金刚的角度 探向这2010年起 才正是向国际开放的神秘名胜 金刚山因为岩石坚硬 绿纸稀疏造型特异 加上山形陡峭 气势磅礴 因而得名 一段几个小时的山路步道 除了运动效果之外 奇岩大山 瀑布美景 尽收原点 传闻有句话称曲 未见金刚山 莫道天下名胜 这就是金刚山最著名 八大石门之一的金刚门 紧依着金刚山的三日谱 蓝天 碧水 香灰溢 但是作为北朝鲜 东部第一美景 却因为紧邻南海边际 曾经长期列拐 北朝鲜民众没有路条 自己也到不了 2000年 南北朝鲜相互民间交流 透过现代集团参与经营之下 北朝鲜开放金刚山 只专攻南韩民众独门旅游 但李明国上任之后 冷却双方关系 不再有南韩民众到访 北朝鲜才终于决定 2010年起开放金刚山 给自己民众和其他国家旅客观赏 在休息站 民事采访小组 乔宇一位前来勘察旅游市场的 英国籍蒙古国女婿 她将北朝鲜 列为拥有分众市场的特殊据点 北朝鲜近来积极争取国际观光客 今年4月中国正式启动 对北朝鲜的团体观光 使得旅客来源有80%来自中国 其次是东南亚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 第三是欧盟国家 我们的目标是 2012年的时候 接待欧盟国家来的观客 超过一万人 洁净无污染的自然风光 是北朝鲜强项 北部的白头山天池 东部的金刚山 西部的妙香山 都是林山大盛 但是观光客入庆期间 不能使用手机 不能上网 这会是旅游诱因吗 到朝鲜来观光旅游期间 不带手机 另外有一个非常大的享受 就放松嘛 轻松 叫那些人在国内负担很大 来朝鲜休息休息 那么旅游期间充分保揽 国家领袖金志成 金正日的生死与政绩 也会是一项诱因吗 其实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电视台 每一个报社 都是在宣传他们自己 宣传他们自己的国家 宣传他们自己的经济 自己的所谓的民主 所以我们自己宣传我们的领袖 我们自己宣传我们的主席 宣传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 宣传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是很平常的事 将争议处化为特点 强项 作为世上最彻底封闭的 社会主义国家 北朝鲜有机会 成为共产国家之旅的 另类观光标杆 一个全然社会主义的国家 如何实施教育 让人好奇 北朝鲜标榜他们的 教育制度下一切学习免费 他们实施11年义务教育 人人至少高中毕业 大学更多达200大师所 在亚洲属于高学历国家 在北朝鲜 尤其没有人花大钱学英文 恶补数理化 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 训练出勤其书画才艺运动 特有的青少年 非常符合我们所谓 古语并进的教学理想 但显然教育的成果 不能单凭文凭数量来衡量 这个国家的学生上网 不能和国际接轨 留学的人不多 更没有人短期出国游学 封闭的教育香格里拉 好不好呢 继续是我们在北朝鲜的采访报道 这些小孩们动作整齐画一 柔软灵活 连笑容都很接近 这位九岁女孩顶着桃盆 飞洒身段 赢得满了行才 因为有天赋 其实只学过半年就分台了 小男孩们毫无畏惧地演唱 所有台湾超级同盟会的味道 把握少年宫一周一次 对外公演的机会 我们拍下这些难得的影像 这些异常出色的平染孩童 到底是少数样板 还是训练下的常态呢 既然是课外活动 其实每天下午 有将近五千名学生到少年宫来上课外活动 除了音乐 歌舞之外 其他还有琴 琴 书画 以及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或是体育等数十项活动 供学生们选择 不止在平壤 全北朝鲜各地7至16岁的中小学生 都能免费选修下午的课外活动 因为北朝鲜实施11年制的强制义务教育 包括一年形同幼稚园的学前教育 四年小学教育 以及六年中学教育 每个人至少高中毕业 正规课程一律只排在上午半天 无论各地方道郡的师资水平 是否和首都平壤相同 至少他们没有亚洲国家 义无风抢学英文的景象 更没有人花钱补习数理化 至于17岁以上的公民 想要再读书再进修 则有政府所提供的 人民大学习堂可以使用 人民大学习堂 号称藏书3000万册 600多间越南市 想念书 想查资料的 在这里可以自有运用 人民大学习堂 海标榜借书速度快 还有教授级咨询员 值班解惑 这里有韩寿学校的功能 提供成人进修中英文 各种外语 原来这里可以学电脑 还可以上网 但我们所接触到的层级 没有人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国家不开放网络国际连结 镜头前这所金志成综合大学 是评价最高的学府 也是现任国家领导人金正日的母校 全国280所大学 光在首都平壤就有36所 大学升学率接近四成 在亚洲国家当中排名不差 吻合金志成重视知识分子的建国理念 但高等教育的评量指标不止在文凭数量 大学生一身靓丽的制服 但这里不时薪短期游学或出国观摩 少数留学生通常由政府领选 支付经费 主要留学地从过去的中国 俄罗斯 现在扩增法俄 英译 奥地利等欧盟国家 被朝鲜自评 他们的财政金融器官水平低于国外 但数理化等基础科学的成绩 能傲视国际 离开北朝鲜后 我们再上网搜寻北朝鲜的国际期刊发表量 以11年间的SCI和SSCI篇数做参考 共131篇 国际接轨的程度 和南韩累积8万5千多篇的数量差距很大 尽管评量教育和学术的指标并不只有一种 但确定的是 北朝鲜已有自成一格的教育知识体系 虽然少了扭曲的恶性补习竞争 但也缺乏对外交流的学习力 北朝鲜土地80%是山地 洁净的山、林、水是一大资源 但平地只占20% 主要种植水稻、玉米 但浓收无法自给自足 还得仰赖从中国进口 朝鲜分裂南北以来 两国的经济制度彻底不同 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南韩早已挤身亚洲四小龙 而始终贯彻社会主义的北朝鲜常因粮食不足 需要国籍外援 近年来面临了美日韩的长期制裁 经贸发展举步维艰 由北朝鲜对外讯息封闭 外界对这个国家的状况非常陌生 我们申请访问经贸官员 但得到的是过去的经贸经验结果不佳 拒绝正式的录影访谈 基于这个单元 我们尝试用镜头来描述 质财下的北朝鲜经济性化 朝鲜半岛分隔南北之后 北朝鲜面积比南韩大 但人口不到南韩的一半 平均国民所得只有南韩的十六分之一 我们实际用镜头来体会他们的差异 我们比较南北韩两边的首都机场 这里是南韩的首尔 这机场你可以看到人潮是川流不息 因为这旅客不管是入境或出境的 我们从这个登机表上可以看到 每个小时入出境有近百般的飞机 一整天下来将近百万人口的入出境人次 接着镜头再转到北朝鲜平壤国际机场 这里每天最多两架国际班机进出 在平壤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 北京往返几乎每天都有一班 而沈阳是每周两班 另外海森威则是每周一班 机场班机数只能呈现人流和物流现况 北朝鲜土地80%是山地 洁净的山、林、水是一大资源 但平地只占20% 主要种植水稻、玉米 每年政府以每公斤160块潮币 向农民收购农粮 在以每公斤24块钱低价发放百姓 但农收无法自给自足 还得仰赖从中国进口 北朝鲜民众吃鱼 吃的是淡水鱼 每个地方里郡政府 都会主持一个饲养鱼池 但每个鱼池上方也都有大大的标语 写着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万岁 这个地方的价钱都不能看 都一样 我买贵是不是特别贵 到哪里都有 这种地方要大一点 在休息站 容易看到专门卖给观光客的 仁森、灵芝等山产 但其实产量和总销售额不多 还不上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北朝鲜没有经济各体部 全都是国营企业 妙香山集团经营的香烟 尤其是啤酒 在广站市场当中 市占率第一 国际间也小有知名度 北朝鲜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 服务业其次 矿产是出口利器 也是国防军事工业自主的一大利基 在国家计划经济之下 人口最多的平壤 设有平壤火力发电厂 纺织厂 纺织机械厂等大型工厂 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 成衣厂 养猪、养鸡厂 以及肉类加工厂 北朝鲜并非不想打开对外经贸 透过南韩现代集团参与经营 2000年起 南北朝鲜实施阳光政策 见次推展交流 除了金刚山旅游 南北铁路公路连结之外 最受瞩目的就是开城工业特区 开城离南韩首尔只有70公里 珠穗优惠之外 北朝鲜高中学历以上高素质人力 语言相同好沟通 加上一个月60块美金不到的工资 只有南韩的十分之一 都是优势 但2008年 商业出身的李宁博上任后 冷却南北关系 2010年天安剑事件 更使得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面临美国为首的长期经济制裁 北朝鲜继续仗势活武 强势回忆 但对外经贸拓展 更加寸步难行 也因此更倚赖中俄勇邦 就在7月中 美韩军演的前一星期 还有来自中国沈阳的考察团 我们是代表团考察 你们考察 那重点是什么 一些设备 还有一些电力方面的 到这边来投资 也不算了 现在就考察 先了解一下 熟悉一下 近来北朝鲜分别提升 中俄边境的罗仙市 放宽外国企业入驻条件 规划压力将上 临近中国丹东的威化岛 和黄金平为自由贸易区 而中国则在2010年4月起 启动对北朝鲜的团体观光 至于台湾对北朝鲜关系 则起始于中国和南韩 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比于90年代达到最高潮 在更诱人的天然资源 以及亚洲最廉价人力的条件 都因美国反对而受炼 中俄星他在大陆 我离开中跟他弄得很成功 所以他希望北朝鲜如果来弄得多好 所以当时也安排 就今天出发生问题的六亲 到那边去住一个晚上 让他看一看 所以比他非常有兴趣 后来就是在接触 接触过程中还算老 最后一个 就是之间的来源进入 进入呢 这个王先生好像要从美国进入 但美国那边太有意见了 所以王先生就打住了 台朝经贸几乎无法启动 一度热络的北朝鲜旅游 因客源不足在2002年跨下据点 迷失采访小组回到台湾后 查访发现 一个民间定位的台朝经贸协会 已悄悄在2009年初成立 从北朝鲜我们少量进口矿物料 出口物品则限定在食品 衣血内 很有防御性的 很有防御性的 即使说我们跟他讲说 我们只是纯粹去做生意 是对他们这个 对他们是有利的 可是就是他们还是会 就是顾虑蛮多人 因为就是长期收到 这个国际新的这个制裁 他们就不希望这个 就跟国外的这个接触 限制很多 台朝关系进入微妙的商务进行室 但还拥有160个邦交国的北朝鲜 经贸问题无法自外于国际政治情势 回头看看他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们的经验 中国1978年经济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所得成长了50倍 苏联共产制度瓦解经济开放后 俄罗斯20年来的国民所得成长31倍 显然北朝鲜想促进经济成长 还有最基本的制度设计问题 他是世上唯一仅存 仍坚持经济采行社会主义的国家 从海参威采访恶国军演 再转进北朝鲜平壤 仅往采访的过程颇折不少 我们受助于前辈先进和国际友人 还是幸运地带回不少资讯 作为天安剑事件之后 第一家进入北朝鲜的国际媒体 我们知道此行不易 也懂得珍惜慎重 从采访到夏立 直播我们力求查证 不情绪不偏颇地 将采访影像化 至今朝鲜局势依然贵局多变 这集《巨变东北亚北朝鲜特别专辑》 就暂时播映到这里 我是胡婉玲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